先看看新闻吧 先带大家看看新闻 这里说美剧闪电侠童星去世 年仅16岁 闪电侠没有看过 应该是新的 新的电影吧 在我儿子长大了之后的电影了 应该 此因为公开 但是呢 他妈妈表示因为防疫隔离 他甚至无法获亲友亲身安慰 不知道什么原因 16岁就死了 是不是吸毒啊 美国的有好多年轻人 特别不珍惜生命 德国称 美国将原本运往德国的口罩截下 并转运美国式现代海盗行为 特朗普反击 特朗普反驳 情况 恰恰相反 怎么相反呀 难道说这批口罩是美国的吗 是德国截了美国的了吗 德国柏林移民官员三日爆料 美国在泰国曼谷机场将一批 由包括美国3M公司生产的原本将运往德国的口罩截下 并转运美国指责华盛顿此举是现代海盗行为 被问及此事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特朗普次日在白宫记者会上驳斥了相关的指控 并称情况恰恰相反 不过2T说特朗普当天还谈及有关3M公司被要求 忧心处理来自联邦应急管理局订单的话题 他直言说我们需要口罩 我们不希望其他人得到他们 这牛叉啊 那怎么相反呢 特朗普驳斥了针对华盛顿的有关现代海盗的指控 说没有海盗行为 情况恰恰相反 与海盗行为相反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显然是在暗示 美方扣押他国货物的行为 遵循着某种法律依据 除了这个问题 2T还说特朗普当天在记者会上还被问及 有关3M公司面临政府方面的压力 被要求优先处理来自联邦应急管理局订单的话题 说到这儿 特朗普表示说 如果有人不为我们的民众提供做需要的东西 我们将非常的强硬 他可以 这点他可以做 我们正非常强硬的运用国防生产法 有时是直接的 但很多时候是间接的 通常仅靠威胁就足够了 真够自信的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需要口罩 我们不希望其他人得到他们 这样的耍流氓的话都敢说 还有什么话不敢说的 中国不能学他 前一天 3号的时候 白宫疫情简报会上 特朗普表示 将根据国防生产法来限制国内急需的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 他还有的出口吗 包括N95口罩 运用口罩 医疗手套和其他的个人防护装备等 白宫要求全球N95主要生产商 美国3M公司不要将生产口罩出口到加拿大及拉美地区的国家 加拿大有点惨啊 加拿大的制造也太少了 看看观众留言吧 观众留言说 雄狮霸占的15亩 狮狮们只能围着转圈 发出憎恨的目光 特朗普说 我是流氓我怕谁 谁用不是用 特朗普说事实恰而相反 我就是海盗 德国也打劫过瑞士的口罩 这确实是德国也打劫过瑞士的 现在真是风水有轮之转 特朗普说我就是强盗 特朗普说我们德克萨斯牛仔 说我们是海盗的 可能还没有真正看过加勒比海盗 特朗普说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不是海盗是陆盗 德国说不服气就打 瑞士说德国你好像没干过这事一样 特朗普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特朗普没人比我更懂得抢劫 他特别喜欢说这句话 没人比我更懂得 以前他还说过没人比我更懂得5G 没人比我更懂得那个锋利发电 没人比我更懂得疫情 没人比我更懂得病毒 反正没人比他更懂 美国抢日本的 抢意大利的 抢德国的 德国抢意大利的 抢瑞士的 德国抢过意大利的吗 我知道他抢了瑞士的 意大利抢瑞士的 都一个德行 明火直上的强盗 没错 我假的 下一个 特朗普说盟友又怎么样 我照样坑你们 美国人优先 必将令全世界人民不齿 成为众矢之地 太自私了 德国说你们就是一群海盗 美国说彼此彼此 来看一看今天的数字吧 国内的情况呢 没有什么变化 累计的确诊人数 还是不到83000 是82,930 现有的确诊呢 是2382 无症状的感染者呢 是1024 境外输入是913 按照现有的确诊人数来排名 现在香港排第一 香港现有的确诊是672 香港现在是四个死亡的 它累计的确诊人数是862 现有的是672 都是近期 这个美国欧洲爆发以后的海外输入了 湖北呢 现有的确诊人数是648 现在比香港要少不到30个 少24个 台湾现在是300 死亡5个 它的死亡人数比香港要多 比上海要少 上海呢 到现在死亡人数是600 上海的累计确诊才531 比香港要少很多 要不上海的那个谁就特别牛嘛 张文宏是吧 叫 那个专家 真的挺牛的 北京 北京才586 广东比较多 1524 你看中国这个控制的多好啊 美国还指手画脚的 现在确诊人的比较高的就是香港第一 湖北第二 台湾第三 其他都很少了 上海比台湾要少一半 然后是北京 然后广东这样的 还攻击中国 说中国的那个无症状感染者吧 说是得有 得有好几万 要是好几万的话 每一天肯定都得传染啊 现在没有啊 怀疑中国的数字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看海外的情况 海外现在累计确诊是 111万6858人 死亡的人数是 6万1240 每一天都是 乘这个指数级上升 尤其是美国 美国是直线上升 就应了他们 那个纽约州州长 科毛所说的那句话了 一旦我们开始检测的话呢 一定是这个数字会冲破天 我们来看一看 3月23号的时候 意大利是58000 伊朗是23000 西班牙是33000 德国是27000 英国6000 美国是36000 3月23号的时候 他们36000 到现在过了十多天 美国就 由36000增加到了 311301 增加了十倍 十天的功夫增加了十倍 他们死亡人数是 8476的 早就超过中国了 现在呢 第二位的是西班牙 当我说第几位的时候 感觉有点怪怪的 只有那种 好事比赛的时候 我们说第几位啊 现在就说这个 我就心里觉得怪怪的 西班牙现在是 12万4870 意大利是 12万4632 西班牙 昨天一天增加了 6969个 而意大利呢 是4805个 现在德国呢 昨天增加了 4042个 德国现在是 96,092个 快要上 这个 10万了 德国一旦上 10万的话 觉得有可能 超过意大利 法国现在呢 是 90848个 土耳其现在是 23,934个 现在超过了 瑞士 它每一天增加是 3013个 所以土耳其呢 有可能 很快会超过意大利 不行看着吧 加拿大现在呢 是12,978个 加拿大比较麻烦 现在呢 粮食荒 加拿大呢 会比较麻烦 加拿大的那土地呢 它是种粮 光长草 这仗着自己 好像 哎呀 这样的自己怎么着啊 不知道加拿大会不会 粮食荒 反正我不担心 因为我常年的 不咋吃粮食 我就吃肉吃菜 不吃粮食 澳大利亚还 还行啊 澳大利亚是 5550 是加拿大的一半 还不到一半 我来看看美国这边 有什么新闻啊 美国是 311,300 这311,300呢 其中 纽约是 10,03,000 而新泽西是 29,895 米士根 现在是 12,744 加利福尼亚 现在也涨上来了 12,000 马萨诸塞 是 1万 路易斯安娜 是1万 普罗里达 是1万 普罗里达 包括不包括呢 邮轮啊 马里兰是 2758 至尊公主号是 103 至尊公主号就是 那个 前一阵子要靠到 加利福尼亚 那个 港口的 那个 关岛是指 那个航空母舰吗 关岛 84个 当然那个航空母舰 人可不止 84 现在已经死了 4个了 撤回的 侨民 有4个 美国 疫情超过30万 这个 世卫组织 表示说 疫情不仅仅是 健康危机啊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4日上午 8时 全球新冠死亡的 病例超过 6万里达到了 6万0 115 目前的病往率 最多的国家是 意大利啊 意大利这回 他们的平均寿命 对 他们的 社会老龄化 应该是 降低很多了 本来他 65岁以上的人口 占到23% 现在我估计 经过今年的疫情呢 他就 大大降低了 对于少付出 不少的养老金呢 最严重的是 纽约州 美国 目前 累积确诊是 11万3800 累积死亡是 3563 这个数呢 已经是 超过中国了 已经超过 中国全国 他 昨天 美国白宫 记者会上 特朗普说 接下来两周 将是美国 抗疫最严峻的时刻 死亡人数呢 将会激增 他说 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死亡 我看到 他那个记者会了 特朗普表示说 自己会动用 一切的资源和手段 结束这场 针对新冠疫情的战争 民众急需复工 急需复工 谁说不是啊 急需复工 好 关于这疫情呢 我就说这么多吧 感谢 请不吝点赞